这是近东最高的南山之殿 今天的雾很大 就在这浓雾里 有一个从关外来的人给暗杀了 过了一天 就在南山山下 天星帮帮主左右中种在赶路 不知道为了什么 也死在一个神秘人的刀下 当天晚上 在一个浓密的树林里 朱砂帮的掌门又给人下了毒手 奇怪的是 三个人死了之后 尸体都胀大 听说是中了天一神水的毒 消息传出武林哗然 天一神水是神水宫的独门独物 但神水宫从来不参与江湖分钟 又何必杀人呢 事情一发蹊跷 这天晚上 月明兴夕 楚留乡楚乡帅 在座船上设宴邀客 请了好友丐帮帮主南宫林 和少林高松五花和尚 三人刚蒸上酒 没来得及喝呢 就被一位不素质客扰了兴致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神水宫的二公主 龚南宴 所为何事 我他 要楚留乡还东西 姑娘 我到底偷了你们什么东西啊 天一神水宫 什么 龚南宴认为 当今武林 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从神水宫偷走天一神水的 只有楚留乡一个人 楚留乡笑道 那我说不是我偷的 也不行咯 龚南宴道 除非你能交出凶手 二人又过了三四招 最后约定 如果一个月你能交出凶手 此时就此作罢 如若不然 必要楚留乡的命 酒宴结束 已经是夜里三更过后 心里老想着神水宫的事 楚留乡比赛的老毛病发了 神水宫可是个惹不起的主啊 再说了 是谁要嫁祸自己呢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不过 从河查起 也很让人犯难 据龚南宴说 那位关外来客 是沙漠之王扎木河 也就是说 除了少林和丐帮 被天一神水堵死的三位 是当今武林 最大的三个帮了 苏蓉蓉突然想起 他不是有个姑母 在神水宫做事 问问他不就好了 楚留乡笑道 神水宫是个极神秘的地方 宫里的事外人怎么可能知道 再说了 你姑母早就被赶出神水宫 宋天指着洪秀问 那我们的亲人呢 是不是有什么线索 楚留乡连连摇头 你们都是我捡来的 连名字都是我起的 谁知道你们的亲人在哪 最后 没法子 只能从最近的猪沙帮开始查起 这猪沙帮在全国开了许多赌场 济南的快一堂 就是其中一个 楚留乡画面张孝林潜入快一堂 一个晚上赢了三十万两 果不其然 临退场时 引出了快一堂堂主 冷秋魂 两人就以三十万两做赌注 孤注 只赌一把 赢者通吃 自然 楚留乡输了 明明是赢的牌 却故意输给冷秋魂 楚留乡开门见山 用三十万两 换你几句话 冷秋魂似笑非笑 三十万两换几句话 莫不是太贵了些 除了想笑道 钱少 怕你不说真话 我想知道 你们帮主 现在去了哪里 还想知道 他为什么要去 这两句话 我早就等着人来问 请跟我来 在后间的礼物 张棠挂了一幅画 从冷秋魂记事开始就挂在这 谁也不知道画上何人 冷秋魂只知道 帮主为了画上这个女人 终身不娶 大概一个月以前 帮主接了他一封信 出去就没再回来 楚留乡盲问 信呢 冷秋魂道 被帮主带走了 谁也没有看过 说完 冷秋魂抬手就是一掌 原来 前几天他接到一封匿名信 信上说帮主已经死了 而害死朱沙帮帮主的人 他的身材面貌 跟楚留乡一模一样 没法子 楚留乡只好自曝家门 就在这时 天星帮的人找了来 点名要找刚才 银钱的那位先手 殊不知 这是调户离山之计 真正要杀楚留乡的人 在这 交手不到三招 两人突然停了下来 黑衣人道 你不是朱沙帮的人 因为朱沙帮里 没人躲得过我三招 楚留乡笑道 你也不是天星帮的人 天星帮里 没人使剑使得你这么好 这么说着 草丛里忽然闪出一对人来 穿黑袍的那人喝道 畜生 我们花十万两请你来 不是要你聊天的 从来没有一个活着的人 骂我是畜生 说完 黑衣人便闪了去 楚留乡不解 怎么朱沙帮也要杀我 天星帮也要杀我 莫非也接到一封匿名信 说我是杀你帮主的凶手 领头的一愣 你怎么知道 楚留乡笑道 莫非你家帮主的房里 也挂着一幅画 画上是个紫衣女人 好 误会解除 楚留乡便自保家门 那封信呢 楚留乡盲问 领头的往怀里一套 得 被黑人的剑气全弄碎了 不过 他记得信上的内容 领头的正义开口 突然从背后书上 窜出一横位刺客 飞一把短刀 将领头的刺死 这红衣刺客打扮奇怪 使得刀也奇怪 细看时 并不是中原的刀或剑 只交手了几招 那红衣刺客便匆匆逃去 再一回身 刚才的黑衣人 一追到跟前 快 好快的剑 楚留乡惊觉 杀人剑无影 中原一点红 此人重视一点红 一点红冷笑 冷结我十招不还的 当今武林 只有一松一俗 你不是妙松无花 必定是道胜楚留乡 两人又斗了十几招 突然 一点红的剑尖 直抵楚留乡野猴 胜负一分 楚留乡微微一笑 手腕那么轻轻一翻 原来 他的剑尖 早已钉上一只毒蜘蛛 一点红恨恨离去 刘花道 我一点红欠你一条命 楚留乡看他这样叫真 马上叫住 你还欠我一封信 一点红仍旧笼若冰霜 好 我记住了 我一点红欠人家的东西 从来不来这 恍惚间有琴声靠近 原来是妙松无花 听说刚才一点红来过 无花立刻将那琴丢入湖中 无花说 听到一点红的名字 这琴就脏了 再也发不出空灵之声 楚留乡笑道 那你以为 这湖水就很干净吗 无花道 人能脏水 水不脏人 奔流来去 奇之无成 妙松无花素来渊博 何时何地 何种问题都难不倒他 楚留乡突然想起 那个红一刺客 他使的刀 好像来自东银 难不成 东银武士来过中原 无花记得 二十年前 却有一个东银武士渡海日来 在米南一带住过三年 楚留乡想了想 画风一转 又问无花 当今谁的画画的最好 无花道 重袭孙学浦 可是 遗憾的是 孙学浦二十年前就瞎了 就算这幅画是他画的 也不可能记得住 楚留乡领机一动 老先生画画 一般同样的画画几幅 孙学浦一愣 此画怎讲 楚留乡道 我手中这幅画 同样的画有三幅 老先生突然想起什么 问道 画中人 可是个紫衣女人 原来 当年武林中 有四大高手 都同时爱上了 天下第一美女 这个女人 只能嫁给其中一个 于是就画了 三幅画像作为纵别 孙悦普只知道 她叫丘陵素 当时 是城外乌一恩的住持 素行大师介绍她来的 楚留乡大喜 马上结一辆马车 直奔乌一恩 说不知她前脚刚走 孙学浦后脚就被杀掉 话说 楚留乡进了乌一恩 一面撞上的正是素行大师 大师可记得丘陵素 楚留乡问 素行大师道 记得即使不记得 不记得即使记得 施主何必问 拼你何必说 楚留乡灵机一动 说了就是不说 不说即使说了 大师若执意不说 岂非要着相了 素行大师笑道 以灵素那般聪慧 自然不会久在红尘受苦 此话一出 楚留乡便明白了 丘陵素已死 这么想着 楚留乡迈步走出乌一恩 刚到门口 就立刻觉察出不对 乌一恩不是尼固住的吗 哪里来的道固 再回身进去 哪里有什么素行大师 这里是桃花岸 乌一恩在城外十里地外 早就荒废了 楚留乡不依不饶 荒废了也要找 却不知 那位红尼刺客 早等候在此 见面就是一见 楚留乡侧身闪过 想趁机揭开他的面具 却不料又被他逃走 线索中断 楚留乡只得返回快一堂 重新开始 而此时 快一堂里 又来了一位赌客 跟楚留乡一样 他要是输了呢 一堆金银财宝奉上 要是赢了呢 只要冷秋魂几句真话 两人的赌局也很有意思 比谁的点小 冷秋魂冷笑两声 随手支出六点 众人大惊 这还要赌吗 已经赢了 莱克却不以为意 只见他捏六只骰子 猛的一扔 这听嗖嗖嗖几声 骰子就全部陷入墙内 一点 冷秋魂傻了 你要往板里置啊 莱克道 你没规定啊 只说谁的点子小就谁赢啊 楚留乡看吧 也要跟着赌一局 因为他知道莱克有吻的话 莱克哄了一声 你怎么证明 楚留乡道 你爹是沙漠之王扎木河 你是扎木河的女儿 对不对 莱克大喜 好 我跟你赌 不过 不能把骰子握在手里捏碎哦 楚留乡笑道 一定一定 只见楚留乡捏六只骰子 往空中一扔里啪啦一通 嘿 连一点都没有 愿赌服输 该楚留乡问话了 那封信 究竟里面写的什么 莱克不答 反而反问楚留乡 你怎么知道我爹是扎木河 又怎么知道 我爹进关之前 接到一封信 楚留乡愣了愣 大小姐 是我在问你哎 莱克道 是啊 是该你问我 可我没说我要打你 莱克一脸傲娇 转身拽住龙秋魂 一个劲的逼问 双方打坐一团 搞了半天才搞明白 姑娘是个鹿痴 找错地儿了 你们这儿不是盖帮地盘吗 唉 我的姑奶奶 弄了半天 连地方也找错了 这是猪沙帮啊 唉 什么 你为什么不咱俩告诉我 嘿 原本断掉的线索重新连上 楚留乡跟姑娘 得到盖帮 偷偷猫着 这一猫可了不得 原来 写那封信的人 就是盖帮的帮主夫人 姑娘今天来 就是要找帮主夫人的下落 但这俩人都是倔驴 一个要先知道对方爸爸的名字 一个要先知道对方帮主夫人的名字 写伤不定 只好拳脚相向 逗了一阵 也看姑娘要被盖帮众弟子架住 突然一点红从暗中杀楚 将姑娘救了出来 不 确切地说 她不是为了救人 她只是路过 听到姑娘身上有信 于是半途劫走 还给楚留乡 她一点红欠人家的东西 从来不会赖债 到此 楚留乡也不再藏着掖着 自报家门 姑娘大惊 怪不得你还有两下子呢 原来是道送楚乡帅 对了 姑娘叫黑珍珠 至于那封信 她半路就给丢掉了 不过嘛 信上的内容 她背了下来 一别多年 联军风采 亲线困境 叛及救情 素来相救 领诉 秋零素楚留乡不知道 丐帮夫人楚留乡不留意 如今两者叠在一起 事情就清晰了 我答了你的问题 你还没答我的 我爹呢 你说过 你可以问我 我却没有说过 我一定要打你 楚留乡这样想 红一刺客自然也早早想到 并等在南山之巅 秋零素的住处 两人交手十几回合 楚留乡只是躲 并不攻击 他要揭开红一刺客的面具 果如楚留乡想的那样 刺客并不是陌生人 之所以戴面具 就是怕被认出 无论如何 楚留乡终于循着线索 找到了秋零素 不过 诡异的是 屋内无人 只一句官放着 旁边还有秋零素的牌位 正看着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找谁 楚留乡回头一看 愣了愣神说 我找秋零素 那人道 我便是秋零素 我懂你很久了 楚留乡一惊 那棺材里 秋零素道 是我忠心的婢女 因为有人要杀我 所以弄了这个灵堂 你为什么要懂我 你为什么知道我来 楚留乡不解地问 秋零素说 因为天一神水被偷 当今武林 只有可能是你干的 而你为了自证清白 必须来 楚留乡又问 那三封信是怎么回事 真是你写的 秋零素道 没错 为了给我丈夫报仇 事情愈发蹊跷 人帮主 不是病死的吗 不 秋零素告诉楚留乡 是被天一神水毒死的 事情 还得从二十年前说起 那时候 有个东勇武士身怀绝技 灭视中原的武功 渡海而来 挑战五大门派的高手 除了死去的三个人之外 还有少林寺的天风大师 和丐帮帮助认词 苦战了两天之后 武士终于死在天风大师 的权杖之下 可是他东来的时候 还带了两个孩子 为了一念之词 任帮助和天风大师 一人收养了一个 任帮助收养的 就是南宫林 那时候南宫林只有七岁 什么都不知道 任帮助很喜欢他 教他武功不说 后来甚至把帮助的位置 传给他 可是后来有一天 突然来了一个神秘人找他 大概是把从前的事 都说了出来 后来过了几天 南宫林就用天一神水 把任帮主堵死 丘陵素断定 那个神秘人 就是武士的另一个孩子 除了向周梅 天一神水是谁偷的 南宫林 还是那个神秘人 丘陵素苦笑 我知道的都说了 我该走了 说完 丫鬟断了一碗酒 并顺时将其赐死 这一切都是丘陵素安排好的 他苟活到今天 无非是董楚相帅 如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 再多活一天都是耻辱 阴谋渐渐清晰 南宫林用天一神水 毒死任帮助 其他三位帮助 也都是死在他的手上 不过 那个神秘人 红一刺客到底是谁 南宫林并不答话 问楚乐香 还记得我们从前的时光吗 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该多好 楚乐香冷笑 我可以不知道 但你得告诉我 那个红一刺客是谁 南宫林突然恼羞重怒 抬手便打 可他哪里是楚乐香的对手 为了赢 他早早将三个姑娘抓来 以坐要挟 楚乐香连连摇头 亏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 你竟然这么下作 正说着 墙角灰闪出一道黑影 是黑蜘蛛 场面被拉开 交手不过四五招 南宫林就被楚乐香 扼住咽喉 事已至此 南宫林便摊牌了 那个人说过 如果到南宫林 解决不了的地步 那就把楚乐香带到这里来 等他来解决 如果世上只有一个人 能够对付楚乐香的 这个人就是他 说完 南宫林自争自饮 还劝楚乐香 这两杯酒 是从一个酒壶倒出来的 你还怕有毒不成 楚乐香道 我不是怕他毒我 我是怕他毒你 话音未落 南宫林只觉头痛欲裂 身体也随即发胀 是天一神水 南宫林疯了一样 一个劲地念叨 他不会害我 他不会害我 他是我亲哥哥呀 亲哥哥 没错 南宫林说的那个人 就是天风大师受养的孩子 说来奇怪 楚乐香赶到少林寺这天 五花也到了 因为大师一生 唯一嗜好 就是品茶 而品茶的时候 谁也不接见 特别是今天 为什么特别是今天呢 因为今天五花回来 替他烹茶 楚乐香惊觉 禁止冲向二楼茶间 还好 虚惊一场 天风大师黯然无恙 楚乐香把五花叫下楼去 还未开口 突然动手 一边打一边问 你就是南宫林的哥哥对吧 五花摇头 不不不 我十六岁才半途出家 头身少力 不是在庙里长大 楚乐香面临一眼问 谁可以证明 五花道 我师父 天风大师可以证明 果如五花说的那样 五花十六岁出家 是天风大师 亲自帮他提督 至于 邓营武士留下的孩子 那是个女孩 叫一峰 当时带回来 就送给山下的赵峰酒店了 楚乐香马不停蹄 立刻赶到赵峰酒店 没想到酒家说 一峰来了不到一年就失踪了 线索再次中断 可南宫林死了 一峰也失踪了 下一步怎么查 楚乐香也犯了难 偏偏这时 黑珍珠又来添乱 他也接到一封匿名信 说楚乐香就是杀他父亲的凶手 楚乐香都气笑了 你来中原不是一天两天了 怎么还晕着呢 你喝了多少啊 我现在倒要先救我那三个宝贝 哎 回来 说来奇怪 好端端的 三个宝贝怎么又被抓走 还是个墓地 黑珍珠东问西问 楚乐香并不答话 像回家一样 脉步进到茅草棚下 坐定 开始东吃西吃 吃了只人拿的水果 还要吃棺材里的死人 突然 一点红从暗处窜出 见着三个姑娘 楚乐香一把拦住 别别别 玩呢 原来 每年的云南盆节 楚乐香都要吃点古怪的东西 生活情调嘛 不过一点红 他怎么找到这里来 一点红灭了一眼说 有个女人给我十万两 要我杀你 我去你坐船 看到字条就来了 楚乐香傲了一声 女人 他叫什么 一点红道 不知道 只知道是个女人 楚乐香马上吩咐黑珍珠 叫他带三个宝贝 去山东清水罐 找荣荣姑母 打听一下神水宫里 有没有一个 叫伊丰的女孩子 另一边 他则跟着一点红 样装被捕 来到了辽西半巅峰客栈 按照约定 一点红需要将楚乐香 绑在角落 并向店小二要一壶酒 以此作为街头暗号 却不料 一通操作下来 没人来街头不说 店内众人死死盯着一点红 那店小二更是蛮横之急 竟敢当众骂一点红是畜生 从来没有一个活着的人 能骂我是畜生 手下被杀 辽西半巅峰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主动把一点红针灸 一壶两壶三壶四壶 一点红一直说臭 不是酒臭 而是上酒的人手臭 这时 旁边一白面书绳凑了过来 只见他抬手那么一番 那人的手臂就被扯了下来 白书绳闻了闻说 这手并不太臭 只是有点血腥味 原来 这才是真正的铁掌半天风 一点红冷笑 早听说你的大名 今日一见 果然不同凡响 半天风道 不知道兄台今日来 有何指教 一点红嗖的一声拔出剑来 无何指教 捡你手臂一用 怎么剑 很简单 砍下来 其实 这名震江湖的手并不臭 哈哈哈哈 好厉害的一点红啊 一点红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神水宫二公主 宫南燕的阴谋 叫他杀楚留香 叫他到半天风客展街头 都是阴谋的一部分 就这样 楚留香被宫南燕抓到神水宫 暂时关在地牢 等候阴姬公主的审问 不过相较于楚留香 阴姬公主倒是共关些宫南燕 毕竟三个月没见了 在外头找到喜欢的男人了吗 宫南燕摇头 您说过男人都是坏东西 宫南燕 永远是你一个人的 话分两头 黑珍珠带三个宝贝来到清风观 找到了荣荣的姑母 按说神水宫里的秘密 是绝对不能说的 说了会有生命危险 不过 为了报答楚留香 替他抚养荣荣的大恩大德 他只有以身视险 大概二十年前 神水宫里 来了一个叫伊丰的女孩 那时候阴姬公主只有十岁 他们两个从小就很好 谁知道在伊丰十五岁那年 突然之间变成一个男孩 原来他是个阴阳人 变成男孩之后 伊丰就被赶了出去 从此下落不明 正说着 伊丰无迷信送了来 楚留香被抓到神水宫 速救 落款一点红 再说楚留香 神水宫的迷药其实对他无效 因为他只要一紧张就鼻塞 什么都闻不到 偏偏此时 妙僧无花也脱下伪装 进了龚南燕房间 原来 一切阴谋 都是无花和龚南燕的阴谋 龚南燕偷出神水 堵塞五大门派的掌门 帮无花报杀父之仇 五大门派掌门死后 无花自然洞上武力盟主的宝座 一统中原 而龚南燕 则跟着一起 做盟主的夫人 计划实行得很完美 如今 只差一个阴姬公主 带解决了 龚南燕问 你对阴姬公主 真吓得缺少 无花道 我和她早就结束了 我爱的人 只有你一个 龚南燕娇羞一笑 又问 可你不是阴姬公主的对手 当今武力能杀她的人 还没有生出来 无花冷笑 阴姬公主不相信任何人 但她生活规律 她几十年如一日的引用先权 而我 已经在水源下了天一身水 说完 两个人哈哈大笑 脱了衣服钻进房内 楚罗湘这里看看那里猫猫 从宫南燕房间进去 最里间便是阴姬公主的卧房 武林传说 阴姬公主天下无敌 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 楚罗湘做道圣这些年 从来没被人发现过 到阴姬公主这儿 成了小孩子过家家 那阴姬公主 恼羞重怒 抬手不过三招 便将楚罗湘死死定住 此时神水宫的景月也被随之拉响 黑珍珠五人刚从洞口进来 就被宫南燕抓个中招 幸运的是 被一点红及时发现 当然 最精彩的还是阴姬公主的房间 因为楚罗湘说 她知道谁偷了神水 楚罗湘还说 如果她说出来 这个房间里的一个人 一定会杀她 阴姬公主眼珠一转 哦 你说说看 楚罗湘将刚才所见一一到来 吓得阴姬公主面色煞白 这时 五花也随之赶来 依峰是个女孩子 哼 她是个阴阳人 故人相见 总归分外眼红 阴姬公主不明白 宫南燕 宫南燕 我为了你赶走依峰 你怎么 宫南燕道 你不知道吧 她是为了爱我而走 五花冷笑 你不能怪我 是你不肯帮我爆出血恨 说着 三个人打了起来 龚南燕和五花 哪里是阴姬公主的对手 只交手不到三招 两人全被制服 好 现在问题来了 阴姬公主问 你们俩只能活一个 说 谁活 龚南燕恨恨地说 做梦 谁都别想分开我们 话音未落 五花抓住龚南燕猛地一推 侥幸逃脱 五花告诉龚南燕 我只是利用你 我心里真正爱的 永远只有阴姬公主一个人 既然如此 那现在楚龙香 就成了阴姬公主的敌人 两人斗了一阵 五花渐渐落了下方 阴姬公主见状 也赶紧上前搭救 就在这时 五花一个回头望月 正中两件 砍到阴姬公主 五花要做武林盟主 她最后一个障碍 就是神水公 阴姬公主 人渣 人渣 百分百 纯重人渣 楚龙香恨道 你枉为佛门子弟 阴姬公主道 她哪配做少林子弟 她杀死真正的乌花 才假扮乌花 到少林寺血液 楚龙香忍无可忍 开始真正想杀手 不过无奈 刚才被阴姬公主点了血 四肢软啪啪 不是乌花的对手 千俊一发之急 一点红即时赶到 为了还楚龙香的一条命 她贫出死招 甚至到了和乌花一换一的地步 乌花感叹 我见了那么多高手 像你这么不惜命的 还是头一个 按说 楚龙香和一点红 双剑合臂 杀死乌花 本不是问题 可偏偏这事 黑珍珠冷不定窜出来 给人家当活靶子 你这琴虽然不是娇伟也是很名贵的 为什么把她扔在湖里 你提起那人的名字 那琴已沾满了血腥气 再也发不出空灵之音 倒不如让她劫来劫去 那你以为这湖水就很干净吗 人能脏水 水不脏人 奔流来去 其至无尘 水不脏人